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引发多方批评 12个知名非政府组织联名抗议 欧盟表示恐怕将伤害美国 在国际间的地位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长也表示遗憾 更有维权人士表示 看来川普只在乎保护以色列 美国周二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长久以来对以色列存有偏见 宣布退出组织引起广大争议 包括英国拯救儿童基金会 美国自由之家等 12个非政府组织联合抗议 指出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对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有害无益 会让促进人权与援助世界各地受害者更加困难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英 在推特上表示失望 但这项消息并不真的惊讶 并表示考量当今世界人权状况 美国应该加快脚步而非退缩 欧盟外交政策首长莫格里尼则表示 美国辞取恐怕伤害自身的国际地位 人权观察组织执行总监罗斯则批评 看来川普只在乎保护以色列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推动保障全球人权 但它的宣言和报告往往抵触美国优先要务 最让华府恼怒的莫过于联合人权理事会 聚焦以色列对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和加萨地区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种种行为 然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强调 华府也认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在批评委内瑞拉 古巴等反美国家的人权侵犯事情上 做得不够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乐见美国退出 痛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是偏颇敌对反以色列的组织 为忠于它保障人权的使命 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表示 川普政府的退出反映出捍卫以色列弊端 免于抨击的重要性远高于其他一切 无论是在北韩 叙利亚 缅甸还是南苏丹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都扮演重要角色 但川普在乎的似乎只有捍卫以色列 川普缺席引发各界抨击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 整理报道